宇宙奇觀 10 蜂巢的奇妙 蜜蜂所造的蜂巢總是六角形的 蜂巢能夠造成這樣的樣子 實在是一項極高深的智慧 經過科學家他們對蜂巢進行了精密研究 發現構成蜂巢裏面的三角靈形銳角 測定結果都是70度32分 頓角109度28分 原來這種構造在用料上是最少的 而在容量上卻是最大的 小小的蜜蜂怎樣能有這種經濟原則 擁有這種建築天才呢? 這真是令人佩服,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曾經有一位英國的學者 為這件事提出過不同的見解 他說 據他的計算結果 一個用料最少 容量最大的六角主體 那個頓角不是70度32分 而應該是70度34分 所以蜜蜂在建築上面 仍然是未盡完善 犯了一點點錯誤 這種新的見解發表之後 各地學者就迅速引起很熱烈的爭論 正在這個難解難分之際 發生了一件很偶然的事 有一隻英國的軍艦 在離海岸吳遠的地方 被風暴打回沉沒了 經過專家們的調查 證實釀成這次事件的原因 是由於這隻的軍艦製造的時候 在結構計算上發生了錯誤 再追查錯誤的根源 原來是在運算過程中 他們用了一本的對數表 這個對數表 是在排印的時候有錯誤 而未被校對出來的 消息傳出之後 這位英國學者大有感觸 他馬上回家去核查一下自己的運算 不查又至可 一查之下大為失息 原來他所使用那本的對數表 正是那本有錯誤的版本 在這個時候 風巢的爭論才平息下來 這位學者的尷尬 可以說是拜小小蜜蜂所賜 蜜蜂能造成這麼巧妙的風巢 是不需要去學的 這種是他天生而知的能力 我們稱為本能 是神賜的 從小小的蜜蜂身上 我們都能看得出 神的愛是如何普及萬千 神的災一個水 寶蜂身上 是一種礙物的 高七層 無少勝 沒有其衛 西人 請被稱為